你怎么想和能感受 近代电视剧《最佳男演员》 其实在会场上做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太紧张 但是叫到我名字的时候 其实心已经提到嗓子鸭了 还是很紧张的 上台的时候 一直在想着要把需要感谢的人说一遍 还好都没有忘 现在马上就要过年了吗 有没有什么春节记忆是印象最深刻的 春节记忆我觉得 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在家一块 和家人父母 爷爷奶奶老老老爷一起去吃年夜饭 看春节莲花晚贵 我也一样 我每年都会和父母一起吃年夜饭 我看春节莲花很贵 那春晚上有哪个人是给你印象最深刻的吗 近几年我觉得小品类的会给我很深的印象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打的场面 其实非常有提示 会和民族的一些节目 会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你有没有接到就是哪个卫视或者是央视的春晚邀请 这个我还不清楚这个都问一下我的公司 那能不能总结一下2019年 2019年我觉得是我可以算是收获的一年 因为在前一年的努力里 今天站到了这个地方 得到了这个荣誉我也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还需要继续努力争取在下一年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可 谢谢 谢谢 谢谢